一个优秀的大龄圣女说婚姻不能将就 什么是圣女 所谓圣女就是在逝婚的年龄没有嫁出去 一直单身 什么是优秀的圣女 我的理解是占了这三高的女人是优秀圣女 分别为高颜值高学历高收入 不知你占了几个 在过去无论男女 若是有什么好的条件 上门提亲的肯定络绎不绝 在现代不同了 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 年轻人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改变 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崇尚独立自由 反观那些条件好的圣女 他们都宁缺勿赖不将就 眼光也很高 因人而异 不代表所有圣女 仔细想想 女人条件这么好 有车有房 又经济独立 如果以打分为标准 优秀圣女是60分 那么找个70分 80分的优秀男人 做结婚对象 眼光高也没什么 毕竟女人自身条件摆着呢 不可能60分去找个30分 没车没房的男人 这让亲戚朋友不是看笑话吗 会怀疑女方的眼光 怕就怕 女人自身不够优秀 是30分想找60分以上的男人 然后开始挑三拣式 这才胜了下来 最后绕了一圈 发现找不到合适的 年龄也大了 才认清现实 又把自己的要求降了下来 但往往这个时候 男人开始不接受 年龄岁数比较大的圣女了 有的男人宁愿娶离异女 也不要大龄圣女 而且越是优秀的大龄圣女 越难找合适的对象 特别是一线城市 圣女比例超过了圣男 这些圣女 有的抱着不结婚的心态 有的在原地等待爱情的到来 有的放低要求 也没嫁出去 孙敏就是一个大龄圣女 很优秀 她相信缘分这个东西 如果这辈子都碰不到合适的人 她宁愿自己一个人孤独终老 值得一提的是 孙敏从大学毕业 就找到了跟她专业对口的工作 这些年孙敏也是一丝忙于工作 很少谈恋爱 之所以不怎么谈恋爱 就是她怕再次遇到渣男 再次受到伤害 她上瘾的男友 跟她谈恋爱 完全就是奔着她的钱来的 你以为只有女人贪慕虚荣吗 你错了 男人也是一样 男人也有吃软饭的 孙敏上瘾的男友 就是奔着她的钱来的 因为她知道孙敏的工资高 一个月过万 有车有房 还是家里的独生女 就开始算计孙敏 在恋爱期间 她经常哭穷 又孙敏的信用卡消费 还明明取约 将来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不分你我 等结婚 我把每个月工资都交给你 话说的很甜 许的承诺也很多 可就是没有一件兑现过 孙敏还让她把父母接过来 两家人见一面 她的态度是不急再等等 现在还不是时候 就是要不断敷衍孙敏 孙敏也终于忍不住提出了分手 彻底看透了她 分手的时候 那个男人还把孙敏的信用卡 刷透支了 分手之后 孙敏难过很久 眼看她的年龄越来越大 家里人就希望她能找点嫁人 可她一点也不急 更不想将就 她说每个人都有权利 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 能碰到合适的就在一起 碰不到真的不能为了结婚而将就 知道为什么近年来 离婚率和出轨率这么高吗 那就是太多的人婚前选择了将就 婚后闹到了离婚 总而言之就是没有遇到对的人 如果是这样 还不如不结婚 明镜需要您的意思